大年三十这天 老成为儿女们上了一道特殊大菜 望着桌上的一盘钞票 儿女们顿时露出不自然的神色 说完老成便独自喝起闷酒 老成外出辛苦打工一年 为了省下过路费 他做着自制的雪橇回家 而平时精打细算的成妈 小心翼翼打开包裹岩石的手卷 取出辛苦攒下的钱 置办了不少年货 因为今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可没想到硕大的屋子里 除了老伴一个人都没有 看着空荡荡的家 老成不禁骂道 老成骂骂咧咧地挽起老伴的手 夫妻俩说着贴心话 走进这个已经离别一年的屋子 晚上老伴忙里忙外 准备了满满当当一桌子菜 老成不禁有些欣慰 自己出门打拼不就是为了此刻吗 可笑着笑着 老两口却有些心酸 而你不在身边 这年过得又有什么意思 他抄起桌上的人餐酒 到了两大碗 老两口慢慢地喝起酒来 年三十别人家都是团团圆圆 自己家的子女却一个都没回来 老两口坐在灯下唠嗑 成妈有些伤感 看着老伴那悲伤的样子 老成缓缓将手伸进贴身衣物 掏出一达又一达钱 都归你 这简单的一句所承载的爱 只有经历过的才能明白 随着年纪的增大 孩子们都是多年不回家 也只有自己的老伴还关心自己 老太太哽咽着 接着便不禁无脸痛哭起来 老成愤懑地抽着烟 对孩子没有回来的事情很是气氛 不回来就不回来 就咱两个 也能过个热闹年 门外一片锣鼓喧天 屋内则是安详一片 老成在贴心地为成妈拔罐 说到这老成有点难过 离家的这一年里 自己的老伴独自承受了太多 这个除夕夜 两个老人玩手在大街上 看着别人家团团圆圆的放炮庆祝 成妈有些难过 老成为了红老伴开心 亲自为她点燃烟花 随着烟花的落幕 今年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 成妈早早起床 坐在炕上包饺子 饺子包成一个个元宝的样子 寓意一家人团团圆圆 包那么多饺子给谁吃啊 那万一 他们要多回来呢 拉倒吧 老成忍不住说起丧气话 成妈让她大过年说点吉利的 老成忍不住感慨 五个子儿 你说你是咋的下的 要是早星计划生育 我把他们一个个都计划了 两老说话的功夫 稀奇事就来了 今天五个孩子都不约而同地回来了 就连当年和男友私奔 离家出走好几年的二女儿 今年也带着丈夫回来了 首先到家的是二儿子成员 他还带回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友 两人坐着雪橇 女友拿着照相机 乐呵呵地回到家 听见门口的动静 老两口激动得赶紧下炕 顾不上收拾就出门迎接 听说自己的老父亲赚了钱 几年未归的儿女们都回来了 大年初一的这天 首先回来的是独言的二儿子 他带着自己的漂亮女友回来了 听到动静的老两口很是高兴 连忙放下手中的饺子 换上衣服迎了出去 儿子放下手中的行李 热情地抱着母亲拜年 老成和成妈脸上是洋溢不住的笑容 看着乖巧懂事的儿媳妇 成妈招呼女孩进去 可是女孩看了延老房子 眼里藏不住的嫌弃 一旁的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 成妈招呼女孩吃糖果 女孩礼貌地拒绝了 自顾自尽了房里参观 成妈从儿子口中得知 女孩是个高干子女 好事真好 可就是我 我搭不上话 成妈不禁为儿子担心起来 成远却很自信 随即偷偷地问起母亲 妈 咱家现在有急需没有 老母亲听到后惠心一笑 在儿子耳边悄悄说 你妈妈手里有钱 成远听闻激动地抱住老母亲 等到成妈回屋了 小两口的真面目显露无遗 我咱们有期望吗 真的 果然不出老成所料 二儿子这趟回来就是为了钱 女孩也收起了一开始的冷淡 热情地拆开准备好的礼物 是一个按摩座垫 老两口轮流坐上去试了一下 成妈开心地表示 这可比八贯的书 老成看着老伴开心的样子 这才有了一丝真诚的笑意 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聊 女孩开门见山 他们这次回来 是希望老成能赞助他们 去参加韩家的调研活动 公家给报销不 不 他父母赞助 女孩表示自己的父母赞助了一千块 老成听到这话瞬间变脸 父子俩几年没见 刚见面就开始谈钱 老成站起身准备离开 却被儿子叫主 他让父亲现在表个态 这钱到底给不给 说爸便摔门而去 紧接着大儿子一家也回来了 大儿子是个老实内向的教师 懦弱的性格让他非常拒内 而他的媳妇王梅 则是一个泼辣又势利的商场售货员 去年的大年三十就是他当场掀了桌子 以至于这一年都没有再回来过 这一次回来拜年 也是听说公共挣了大钱 没过多久 大女儿也带着女婿来拜年了 成妈看到大女儿一脸憔悴的样子 将其拉到一旁慰问才得知 自己大女儿又流产了 成妈将大女婿喊进屋 女婿却一脸老实地说道 这是习惯性流产 没多大的事 成妈却放心不下女儿 打算年后将女儿留在身边 帮他调理调理身体 就在这时 家里面最小的儿子回来了 可他刚回到家 就把老父亲戚的要死 男人年三十不回家 还带女朋友去看电影 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补教 这给老成妻的敲门大骂 恨不得将他赶出家门 就在这时 门口来了两个人 正是当年私奔的二女儿 看着多年未见的女儿终于回来了 成妈很是激动 可众人却有点忐忑 跟随二女儿来到屋内 因为没有老父亲的点头 二女婿大川就进不了家门 老成终于还是松口了 点头让二女婿大川进屋 再怎么说都是自己亲生女儿 这么多年虽然心里埋怨她 但大过年的家里人 能团团圆圆就好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拍了一张全家福 大川也很有眼力见 给在座的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 孩子们是各式各样的糖果 给成妈准备了一件披草大衣 给老成准备的是两瓶茅台酒 大哥大嫂是两匹漂亮的补料 给大姐的是补身子的野山绳 弟弟弟妹是两只崭新的钢笔 见到女婿这么上岛 老父亲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已经来到了晚上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接着开始各自发表讲话 可等到小儿子的时候 她的一番操作 不禁让人惊掉下巴 她让女朋友拿来一个募捐箱 居然打算让在座的哥哥姐姐们 给她捐钱结婚 好在没人理她 接着轮到二儿子发言 她想让父亲赞助自己一千块钱 话音刚落 在座的众人瞬间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本来很融洽的氛围 在提到钱的瞬间被打破 大川出来打圆场 表示这是我包了 说完便想到厨房再炒两个菜 可老陈直接喊住他 大川 你坐去 说把一个人走进厨房 将一道特殊的菜给端了上来 众人看着眼前装满钱的盘子 不由地暗自吞咽口水 老陈怒喝道 都愣着干什么 不都等着这道菜吗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敲门声 一个陌生的妇人找上门来 是来找大女婿的 原来大女婿在外面出轨了 得知自己的姐姐被绿 小儿子忍不住和大女婿打了起来 一群人上前拉架 直到老陈赶出来 才制止了这场闹剧 而喝多的老大记着酒精 将憋屈了一辈子的怒气 对着媳妇发泄了出来 而王梅又将去年的一幕上演 砸镜子掀桌子 这一次团圆彻底变成了闹剧 看着一片狼藉的家 程妈心里很不是滋味 好好一个年 怎么就过成这样了 老程也彻底对这个家失去希望 他决定带着老伴离开这里 去沈阳的故宫 北京的紫禁城 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